你各位啊 歡迎收看 我只是把錢變成我喜歡的樣子 旁邊是婷婷 然後沒有上半身 婷婷剛睡醒 然後外面花火 無...殺... 哈哈哈 今天只有我婷婷要去洗澡 因為之前我拍片 旁邊門口進來這邊都是公仔跟玩具 然後我們的下半身婷婷說 你可不可以拍一拍 然後有一些部分的就可以拿去送人啊 或者是什麼這樣子 今天我要來開箱這個 羅 索隆 魯布克 董事 他們是Mega House旗下出的 你能看到 其實很愛欸 所以非常謝謝志哥 因為這三支是志哥送給我的 志哥從日本Mega House那邊協商送過來的 我其實當下一直買不下去 志哥既然這麼挺我 我就要來開箱的一些 然後今天開完以後 各位知不知道那個 POP 索隆 三千世界 POP 今天就一起把它開一開 不知道各位對POP有沒有什麼感情 本人第一開始玩玩具的時候 跟買公仔的時候 就是從POP入手 不過POP的四檔魯夫 MAX系列 還有 金貝 那今天就折我啦 來開箱了 在這邊也要謝謝志哥 就是孫生的那個志哥 志哥是我們大家玩具的大家長 有這三支 叫做 喔 幹我英文超爛的 Virai 阿北 Action Heroes 可動是 羅 索隆 魯夫 還有 POP 三千世界 MAX 他好像也有一個名字 因為他們好像有分工作室 GO 真的 興奮感都不會減少 真的太棒了 如果你們對POP有什麼興趣的話 我把它的網址留在下面 台灣好像有個他們的官方的粉絲團 可以去看消息 這個 魯夫 Okay 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一開始收集玩具的時候 我以前沒有到很著迷可動式 我其實都買雕像類型的 可是現在呢 我就明白可動式的魅力 他可以去做一些 你真的想要的動作 因為有的人不喜歡他的手腳關節處那邊的樣子 我自己後來是克服了 我覺得動作大於一切 就是真的喜歡 不用分啊 男士海賊王我不喜歡 頭髮 生氣的臉 帽子還有兩頂 為什麼 一頂是你給我們黏在背後的 一頂黏背後 一頂有這個 有繩子 給我們掛脖子 做得 各位 這個做工不要嘴 給各位簡單看一下 魯夫 這兩年後的魯夫 我記得我以前之前 沒有買的時候 是因為有一隻可動式的額頭太高 那好像是組裝類型的 喔 胸前的叉叉也不錯 給各位還一下看一下 魯夫的 啊 上 這好舒服 這軟的啊 討厭 我覺得現在科技越來越強 然後他腳的啊 這邊 魯夫可以做到不一樣的動作 要起跑的動作 嘿 媽咪桑 快說我想活下去 好多喔 哇這我捨不得開耶 因為最近要準備搬家 就是搬家的東西先準備 也還沒有到要搬 菱菱叫我把一些玩具拍一拍 然後他現在在外面吃麵 那我拍一拍的話 他就說說不定空間不夠 然後就可以給大家 不是我的玩具 先停 不要這樣子 都可以隨便亂收 要有意義 不然我就拿你美商的戰士 就拿你美商的戰士給你 怕說錯話 中招 我套不進去 我其實玩具都很怕弄壞 啊 我知道了啦 他頭髮 他這樣子的原因是因為他頭髮後面 這樣才能戴帽子 其實很細 沒有繃耶 我最怕就是只貼那種貼紙 細節有做到 他的眼睛跟青睛有出來 價格也不高 可以收 我再來開箱羅 我個人對羅呢 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 比較胖一點的 或者是比較霸氣一點的 羅對我來說我覺得他太美了 可是玩具呢 也是不錯的 他羅給的臉好多喔 這樣很像和尚 他旁邊是手術刀 羅的手可以很R 我覺得羅的CP值超高 目前就這樣看起來 你看他的手 他手的手勢超級多 還有心臟 哇 這個我有點改觀耶 沒有到很喜歡羅 是因為他的個性 我覺得他個性偏陰沉 我比較喜歡再開朗一點的角色 加碼就是陰沉的很有特色 哇不行不行不行 這我這樣給各位看一下 我先給各位看刀 羅的刀很細耶 你看他的刀 他細節真的做很細 沒有卡 這個做工太可怕了啦 哇 怎麼那麼滑啊 說好的會卡咧 哇 各位 主角羅本體 你們會喜歡 臉沒瘋 我主要都先看眼神 羅的腳 一樣耶 他靴子這邊也可以 也可以凹上去 做一點做其他動作 你看 各位 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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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啊 想不到你有今天啊 不是很帥嗎 哇 羅不錯耶 他連受傷的手 東帶的細節做出來 如果會塗裝的人 一定會在中間塗黑 然後他的刺青 你自己看 他的這個是軟的 他這個是可以剝開的 細節 然後衣服也是軟件 所以往上凹的時候 他可以凹得很上去 可以玩很開 然後看他關節可以開成這樣 羅粉們 可以收集喔 我公仔很喜歡收有故事性的 我就會連他旁邊角色一起買 這樣子 你可以在旁邊擺一個故事出來 可動的故事就是這樣子擺出來 不要再玩了 羅快被玩壞了 來啦 可動式的重頭戲 羅羅拉索羅 哇塞 鬼斬耶 腰鬼斬 我當時為什麼買不下去呢 因為有別字在跟我拉扯 我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好像是 要買吉貝爾 三把刀 給各位看刀票 刀餅 這刀餅是配在這三邊 哇 我好喜歡喔 這叫 我英文真的很爛 真的爛到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念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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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Heroes 熊的臉 兩年後回來後 這個眼睛 閉上去的那個感覺 跟卡卡西致敬 真講沒有意外的話 他的刀應該也是很match 真的啦 我覺得做得都很好 很細 可動式可以做到這種 小小的頭髮 然後你看他也是拉一些細節出來 然後連這個頭巾也是 後面也是他綁起來 他有拉那個皺褶 耳環 耳朵裡面也有 不錯 我知道各位想看這三把刀 哇 各位 他的索隆很細耶 我目前上次看起來最細的是索隆耶 你知道索隆他的這個 他下面這個衣服往下拉的這個 他分了大概三四個物件耶 你看 所以他可以做到很大的動作耶 他腳可以很大很開 所以可以做到什麼 一刀流大成汗 他腳可以整個這樣凹 可以這樣 一刀流 四字幻空 來 一刀流 I can't keep it 他這個刀啊 刺在索隆的邊邊 這裡 往裡面刺 好 他刀刺在這邊對不對 如果我手上 我拿到鬼側 我旁邊就可以插兩把刀柄上去 他主要再拿一把 他沒拿到頭一把 嘿嘿 我真可愛 可以各位看一下他的細節 很棒 很帥 看他的作者 陰影處 他陰影處這邊 我覺得他細的地方就是他有噴啊 他沒一樣 他三隻都有噴 然後讓你看的時候 他本來就有一點陰影的那個 立體感 他褲子上面的那個小排扣也做得不錯 剛剛在觀察 我覺得他比例也做得很好 他可動的地方真的可以彎到很好欸 然後 正前方 被陰影感的那個傷 他不是只是畫上去 他是真的用刻的 刻下去以後 然後再把它上射 然後我剛剛 各位我拔他手 我拔好久 終於找到一個力道點可以拔出來 噢 好 三隻開完 接下來就是這一隻 三千世界 三道流 POV Max 三千世界 我之前買了那個吉貝爾 跟那個魯夫 也是Max 我一買來 我箱子直接丟 後來有一點小後悔 雖然 因為我丟箱子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我不會賣了 所以我就直接丟掉 我給他一個Respect 後來有點後悔 是因為其實還是蠻漂亮的 如果能留箱的話 這種我都會留 哎呀 真香啊 哦 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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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三把 這地台直接寫 三千世界 哇 你看這流線感 看這速度感 他的動作 看他的細節 紋路 他肚子這邊的肌肉線條 上次也上得很漂亮 這個拉扯的感覺 然後 然後他那個風壓 把他的那個衣服 往後拉 你看那速度線 神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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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玩了 綁在手上這個 頭上的小零巾 尾巴那邊 他要重新再噴一點點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對他顏色 有立體的感覺 這個手紋往外 哇 這個地 他現在變銀色的耶 他這變一個鐵裝甲 因為以前是塑膠裝甲 他現在這個有進化 接下來還有一支 凱多 超期待 凱多我有買40公分 神根世界 超期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邊 你看這個很前面 這個是可動的 這個是那個POP的 你看 他們兩把其實都很細緻 他沒有因為小 他塗裝就不好 然後 那個 我就覺得 出來了 各位我煮好了 這三把刀的位置 好完美啊 欸 鼠先生 戳到我了 給各位看一個很屌 非常屌 這邊這邊 接下來就是這一箱了 那老婆可以幫我一下 對不對 只要一下下就好了 你真的要開它喔 對啊 然後這邊啊 告訴你 我不過就只是喜歡收集而已 對不對 好像不是洋蔥的聲音 對啊 洋蔥的聲音又不是這樣 我其實喜歡洋蔥地墊勝負於阿魯 好像已經沒了 洋蔥我幫你宣傳 偉田龍一郎 金色 我是463體 1.2K 12kg 這個該不會 這個媲美GK啊 這個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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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j 我家獅子 完全提索龍 它這把刀是輕輕的放上去 然後他刀上面還有一個咬痕 在這裡 有個咬痕 它是只要輕輕的靠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剛剛在組裝的過程 如果看它裡面的金幣 這裡我還可以在 我特別留了這個黃罐 放在這裡 它小細節都有做 仔細看 然後這邊是它那個灑出來的酒 也是磁吸的 這個 你看 它都直接這樣子 就直接上去 它非常好裝 然後它的物件啊 看起來好像很重 其實都不會很重 它分件分得很細 這也是 剛剛我是裝到這邊開始在退縮 它不是太多小物件 結果我後來發現 其實物件還好 而且非常好吸 然後這裡 很脆 GK最喜歡的那種脆聲 公仔的那種脆脆聲 我們的UA索隆完成 最後它有附這一個 金正硬幣 這個硬幣就證明它是正版的 全球只有800T 我只是把錢變成我喜歡的樣子 結束 結束這一個回合 非常謝謝 POP MEGA HOUSE 謝謝你們對我的愛 我收到了 如果還想看我開箱什麼的話 就跟我講 在底下留言 今天婷婷不在 今天我個人開箱有點吃力 下次還是需要婷婷 因為這些工程都不是我的 是你的 然後不要走開 我後面會拍所有工程的特寫 掰 好 點訂閱喔 謝謝 吃 多多多 好 謝謝 全部 還要留空間給婷婷欸 所以玩具是不是不要再買了 還能不會哦 三千世界 三千世界 第一次最喜歡的就是索隆 三千世界